大家好,我是仙人球 滴滴醇酿酿造传统 经时间考验历酒弥新 创造美酒中的传说 这就是世界十大名酒之一 杰克丹尼威士忌 杰克丹尼在美国是销量排第一的烈酒 在全世界的销量排第四 其背后故事更是传奇 他的创始人杰克丹尼在青少年期 从传教士身上学习酿造威士忌 他的酒厂诞生于1866年 是美国最早注册的一家 他无法考证的资料是品牌增添魅力 标志性的老七号商标更是个谜 有人说七是幸运数字 有些人说他交过七个女朋友 而最后一个就是他的挚爱 此类传说非常之多 但无论哪一个都赐予了这瓶酒太多的故事与浪漫 也代表了人们对他的热衷与喜爱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见识见识这瓶酒的制造过程 欢迎来到地表最贵科普栏目 世界上最高端的作家如何制造 最畅销的食物怎么生产 最火热的酒品如何酱成 如果对这些感到好奇的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那么恭喜你 你将见识到这一切背后的秘密 超级工厂第四级第六级 杰克丹尼威士忌 在遥远的美国田纳西州林志堡 很难以想象每瓶威士忌会产自这里 因为它位于禁酒区 已长达144年历史 其中101年临近区域都禁止卖酒 但酿酒却是此地的经济命脉 林志堡占地1800英亩 9个生产区域 全场由375名员工共同酿制 唯有装酒的橡木桶 出自路易威斯的古董厂 杰克丹尼威士忌有三大种类 原创老七号 绅士杰克与丹桶特选 所有威士忌都有相同基底 通过不同制造方式 研绎不同种类的威士忌 每年生产的老七号 约1亿5000万瓶 这项传统产量的大量生产 是由布满精密电脑的控制室筹划 管控员从这些萤幕监控整体制造流程 12部监控60台萤幕 控制酒产的一切 酿酒的第一步就是水 酒厂内部有一处洞穴泉水 泉水从地底涌出 持续在14度从未干涸 经过石灰岩床过滤铁质 用以制作最合适 说完水源接着就是模仿 每天卡车会运进454吨黄玉米 进厂出厂时都要锅棒 为了测量酒厂进度 必须要知道原料有多少 玉米占酒所需穀物的八成 其他是黑麦和大麦 不同的原材料可以带给酒更多口感 穀物流入高达30的储存桶中 可以让酒厂维持至少一天的原物料存量 玉米进入垂摸机被粉碎后就是玉米粉 不同的垂摸机将黑麦大麦搅碎到相同程度 穀物磨碎后将与泉水混合 成为杰克丹尼基底 接下来是威士忌的另一关键原料 酵母 实验室里正在检验单细胞生物健康状况 它可以将穀物和水化成酒精 将一滴液体精确地放入小凹槽中 用显微镜仔细观察 惊奇的是这些细胞培养自150年前所用的酵母菌 从开创至今 酵母的培养持续了杰克的纯真风味 这种培养必须要在无菌的环境下防止细菌污染 首先要用火焰消毒 活菌体的二氧化碳在里边生成泡沫 接着把健康酵母菌放入可以提供养分的液体中 当酵母菌不断繁殖加入更多养分后 便可换入更大的容器 最后放入大发酵桶 让酵母施展魔法 使杰克保持早年的风味 水、穀物和酵母结合的地方就是发酵区 巨大的蒸汽空间 64个巨大铁桶 每个都可容纳152立方米 等于300万瓶杰克 混合物需20分钟被熬成麦芽浆 员工把巨大管子接入主生产线 指示灯表明达到的核实温度让麦芽浆进入 酵母菌摄取谷中的糖分 发酵时间为一周 这期间由控制室持续监管 酵母将谷物中的糖化为乙醇 也就是酒精 一周后的成品被统称为蒸馏啤酒 酒精浓度约有11.5% 控制室可以将蒸馏啤酒运送到下个目的地 威士级蒸馏区在有50尺高的间中内 巨大的蒸馏器将啤酒化为更纯净的酒精 蒸馏就是将易挥发物质从啤酒中分离 混合液在蒸馏器进数个热金属片 因酒精的费量较低 酒精蒸汽与混合液分离 酒精蒸汽进入冷凝气 变成液体从底部流出 蒸馏后的液体快速流出蒸馏器 液体呈透明状 酒精度可达140度 最后重要一环由首席蒸馏师进行检验 用蒸馏水吸食后 品测酒中成分是否准正 蒸馏师和其他职位一样 在当地是严格禁酒的 但因工作需要 工厂全职员都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偶尔品尝点没问题 毕竟这是工艺重要环节 为了保护这独特艺术 需要靠木桶制风存 威士级的色泽百分百来自于橡木桶 说没有它 威士级看来跟水一样 橡木桶在百物门古董厂制造 位于林志堡北方230里 这里制造橡木桶的历史已长达65年 每个木桶均以古法制造 完全不用钉子和粘胶 250名工人手工定型 用的机器也是面目猙獰 工厂的电力来源于燃烧飞机木材 通过六个部门 每天磕产2000个精致木桶 制造过程要从木材厂开始 这里的木材能够做出25万个木桶 因木材含有大量水分 需干燥4至6个月 才能被送往裁切局 干燥的木材进入生产机器 裁切成适当尺寸 然后研磨 使它们能被弯曲结合 橡木桶的圆形两端 没有任何粘胶或钉子 便具切割出形状后 机械臂将它们侵入石蜡 石蜡可以暂时固定木件 不易变形 接着点胶源算出 制造木材数量进入成型区 橡木桶由31条不规则形状木条组成 每个木条经木匠亲自挑选 要在这里把木条用金属圈组装完毕 装完后下一站是蒸汽浴 木桶要在65摄氏度下待25分钟 软化后进入最后的塑形阶段 烘烤室 成熟的木桶可以让风味一至九重 木桶像面包一样被辐射热低温烘烤 直到内部呈金黄色光泽便可 员工用镜子检查内部测泽 确定是否烘烤均匀 检查完木桶进入巨大机器 添加两个临时金属圈 用千磅压力挤压钢圈完成步骤 接着来到烫花站 出动袋将木桶送入钢制烤箱 经过25秒火烤后 安装木桶两端 再用钻头打上瞳孔 加入水方便后边的检查 最后检查组就要查看 有无漏洞 虫咬等 如果没有问题 该伤印记便可出厂了 同时威士忌也在等待进入木桶中 在这等待过程中 让我们先点厂大火软软厂 糖封木是唯一没有味道的木材 烧成木炭后 将它用作材料放入粉碎机 制成适当大小送到山下的柔花室 在72个大桶中加入管线系统 蒸馏区的威士忌逐滴流过 10时候的木炭 这样的做法与其他威士忌不同 可以让杰克丹尼过滤杂质 并柔滑口感 经过6天的碳层柔滑 木桶也已经就位 每天2000个橡木桶被送到酒厂 他们准备装入圆酒 完成使命 在装桶区 两人小组每天灌入400立方米圆酒 威士忌的气味侵入毛孔 140度的圆酒高度易燃 在避免意外灾难前 用气凉剂检测空气中以纯浓度 若发生警报就什么都别想了 赶紧跑吧 煤一桶重达454斤的圆酒运送上车 送往厂区内的仓库 圆酒会在这木建筑内完成最后的转变 7层楼高的建筑是林之宝77座仓库之一 员工将橡木桶送进生锈的电梯 另一组在楼上负责滚制定制架子上 多数仓库内有低科技安全装置 确保仓库不会因为重量位移 通常会用垂线测量 如果吹线碰到洞的边缘 那证明仓库已经发生倾斜 那虾皮的酒桶就会放在对侧保持平衡 看起来简单 其实项目桶很难控制 员工们每天放入约1000项目桶 每个仓库空间装有2万个项目桶 威士忌在仓库因季节产生温度差 让酒和木头热胀冷缩 就会射入木头的毛细孔 这就是威士忌色泽的来源 同时风味有一半也来自项目桶 在仓库的位置也会对威士忌有影响 月上面的项目桶因温度差产生的风味越多 记录好每桶的位置和时间是必备工作 最上面的项目桶被称为天使之家 是最热的地方 是顶级单桶特选威士忌的专区 所有的威士忌熟成需要在4至7年 但最终考验并非时间 而是香气和色泽 超过3年的威士忌在桶内渐渐成色 举出来时变为漂亮的琥珀色 终于要到了将威士忌装瓶的重要时刻 8条机器生产线在玻璃碰撞声中完成工作 流程开始于一个箱子和12个空瓶 两者分开后只将向上移动 空瓶向前推进从瓶口被提起到注入器中 这时的威士忌被香木桶软木稀释只剩80度 注射器可在4秒内装满一个空瓶 接着盖好瓶盖顺便贴上标签 尽管一切自动化 但从头到尾人工起到重要作用 在装完箱离开仓库前 每批都经过严格测试 品酒师会用刁钻的味蕾 确保威士忌保持高品质 每周五品酒师和员工进入投票环节 品尝即将送出场的威士忌 以填表的方式得到客观科学的结果 通过先闻再喝找出三杯中味道不同的辣杯 通过所有测试后 杰克丹尼准备好运往世界各地 林志堡是美国历史以来最古老的酱酒厂 如今它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历史旅游胜地 其酿造的杰克丹尼威士忌 更是畅销全球130多个国家 单瓶销量多年来高聚全球美国威士忌之首 在美国的任何招式都可以买到它 采用独特的传统手艺相不同储存 让酒质散发天然独特的富裕芬芳 也让威士忌多点烟火气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